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胖 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在去年剧场版活动上线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传言 就说这个忍者之路神秘面具呢会有一个叫漩涡面码的时装来改变它的技能以及奥义 但一直等到剧场版活动下线这个时装都没有出现 其实当初这个传言并不是随意说的 毕竟文件素材里面确实出现了漩涡面码相关的一些素材 还有一个至今没有上线的奥义图 而时隔半年之久这个剧场版活动将再次返场 而在返场之前又传出了一个新的消息 那就是这个忍者之路神秘面具男确实存在一个时装 而这个时装的名字叫做班之复身 如果这个时装也可以改变技能跟奥义的话 那应该算是目前游戏内第四个可以改技能跟奥义的时装了 之前已经上线的比如说鼠面豪杰自来也可以改变那个五只豪杰自来的一个技能以及奥义 还有那个鬼娇的狂野教杀以及这个百战不灭大尸丸 那看这个忍者之路面具男的时装定位应该类似之前的鼠面豪杰啊 毕竟忍者本体还是需要课金获取 只不过那个金章章目失败了以后 忍者本体跟时装全都免费了 那这个忍者之路神秘面具男本体是一个1980点券的A人 时装到底是免费还是收费 目前还不确定 如果这个时装是收费的话 我倒觉得还不如出一个单独的忍者 毕竟这个时装跟忍者本体是不能同时上场的 所以就相当于你花了两份钱 只能上场一个 更何况现在忍者之路神秘面具男本身的强度也不低 所以到时候这个时装跟忍者本体到底谁更好用呢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技能爆料 今天视频到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